大家好 大家看我这一盆石火南呢 现在这个花朵已经基本上开完了 然后呢 这些花朵基本上都要凋谢了 那么在石火南开完花之后呢 我们一定要及时的修剪 修剪的话 不只是要修剪花梗 还有一个部位呢 也要给它进行修剪 那么我们这个手修剪呢 就要分为两步来进行 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要修剪这个花梗 因为呢 这些花梗已经开完花了 那么我们就要给它及时的进行修剪 让它直接剪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些部位呢 也是开完花的 也要进行修剪 那么修剪掉这些藏花梗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部位也要及时的修剪 那就是一些脑的静感 为什么要修剪这些脑的静感呢 因为这些脑的静感呢 它牛症的话呢 只会消耗大量的养肺 而且它也没有办法继续太多的养分供给植株生长 就是说 它消耗的养分 大于它经内的养分 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修剪 这样可以呢 啊 继续养分给你的这个整个植株 然后呢 让它更快的长出新芽出来 那么我们呢 就要把它这个脑静感呢 把它剪掉 然后剪的时候呢 直接从底部把它一刀剪掉就可以了 修剪过后呢 大家要注意不能够让伤口碰到水 以免伤口感染 那么石湖兰它开完花之后呢 消耗的养分非常的大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及时的补肥 所以补肥的话呢 大家可以用这种兰科专用的有精养液 或者是再加上一点这个磷刷青甲一起拿来给这个石湖兰浇灌 这样可以有效的促进它腹状 那么后期的话呢 也有利于它长出更多的新芽出来 所以呢 石湖兰开完花之后呢 大家不要只顾着剪藏花 我们还要把它的这个比较老的一些静感呢 适当的剪出一部分 然后呢 给它适当的补肥 这样子呢 才有利于它的恢复 而且也有利于它后期的这个新芽的生长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